在欧美国家正在讨论是否参加北京动物会的背景下,中国敦促日本支持将于明年2月举办的北京动物会,并称日本应有基本的信义。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时说,中方已经全力支持日方举办东京奥运会,日方应有基本的信义。 在非洲南部发现新冠病毒危险变种后,欧盟计划停止来自该地区的航班。 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表声明指出,由于对该病毒新变种的担忧,欧盟委员会将与成员国密切协调,提议暂停来自南部非洲的航班。 俄罗斯总统普京、阿塞贝江总统伊里哈姆·阿里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帕西尼扬昨天在所期会晤,会谈期间讨论卡拉巴赫协议执行情况。 印度政府表示,印度正寻求在议会冬季会议上推出加密货币监管法案,禁止处个别情况外的所有私人加密货币。 该法案旨在为印度央行发行官方数字货币建立促进性框架,并禁止几乎所有私人加密货币。 日本和俄罗斯同意继续就两国之间战后的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日本外向林峰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讨论了双边和地区局势。 电话会晤期间,两位部长同意继续就战后和平协议进行谈判,会晤期间两人讨论了包括迁岛地区的经济活动状况在内的许多双边问题。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顿兵之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6日表示,当局收到讯息,乌克兰国内有人准备于12月1日发动政变。 泽伦斯基说,我们收到的信息是,我们将在12月1日发生一场政变。有趣的信息,是吧,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信息,12月1日或者2日。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穆斯塔法·尚托普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反对世界不同地区对穆斯林的偏见和歧视。 上头铺说,对于罗新亚穆斯林来说,安全、自愿和永久的返回缅甸,结束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围困, 保护塞浦路斯西部穆斯林少数民族和维吾尔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很重要。